秀林乡公所在去年启用米亚丸纳墙之后 新建水源纳谷墙也开始动工了 另外山站纳谷墙则是进行爆发的作业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水源和山站纳墙预计明年就会启用 来解决部落目的不足的情况 近110年11月10号米亚丸纳谷墙启用之后 水源纳谷墙也开始动工失作了 秀林乡公所在去年启用米亚丸纳墙之后 在公所积极前往各部落和族人们说明 同时也透过代表会同仁村长林长和部落事务组长 来让大家知道目的开始饱和了 而这次水源纳谷墙开始动工了 而山站纳谷墙的作业则是开始进行发布的作业了 秀林乡现在目前有七处是经过部落的票捷同意 有一处米亚丸部落已经是在去年已经完工 而且现在目前在使用中 现在目前有六处 那六处有一处水源的现在目前已经在开工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山站 我们目前就是在发包中 那其余的都是在做水保的整个资料的同意的一个审核当中 那我们想为了要解决修林乡的满葬问题 我们一直很积极的在执行各项的工作 我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祖先有一个好的归宿 让他们能够很安全也很安心的 就放在我们制作的纳谷墙 也让家属也能够放心 修林乡长王门哥表示 由于水源纳谷墙的用地是相当的单纯 从部落会仅时同意前的同意 申请的作业可以说是相当的顺利 修林乡公所声明理所 全新同伦们可以说是相当的用心 并且朝向一部落以纳谷墙的政策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